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发声明两小时 没像李一峰那样被加 足以自证清白 大家也知道 最近很多明星发声明 尤其是李一峰发声明后火速被删除 很多人对明星的声明有点不相信了 不过你们可以对比一下 李一峰的声明很快被加 但是今天王一博发声明后一直安然无恙 足以说明它是没问题的 你们懂了吗 第一部分 明星声明不靠谱会被加 大家也知道 现在明星的声明越来越多 口气越来越强硬 不过可信度越来越小 最近 李一峰就说自己被黑了 还信誓旦旦 给人一种不容置疑的感觉 但是这个声明很快就被加了 其实到底为什么被加 大家都心知肚明 李一峰这个行为 其实挑战相关部门 明明已经被抓了 还要死扛到底 甚至颠倒黑白 平安北京自然要发通报 宣布李一峰真的犯下迷天大错 第二部分 王一博声明安然无恙 看来他真的没问题 今天王一博老师也发了声明 说自己于今日委托律师 向法院递交王一博名誉维权 诽谤案件的立案材料 坚决通过一切法律手段 维护王一博的合法权益 有两点能看出王一博的确有底气 首先 王一博老师这次不是简单发声明 而是直接报警了 大家都知道 声明现在可信度不高 但是敢于报案应该是很硬气的 其次 王一博老师的声明发布后 很快就上了热搜第一 而且几个小时过去了 一点问题也没有 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足以说明 平台没有质疑王一博的声明 如果他的声明有问题 早就被加了 看到这里 你们明白了吧 王一博老师的确作风正派 值得信赖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